传统手工美食 陕西农村拍传统手工美食 把豆腐打出来 放到里面去 酒 冬瓜 水 洋葱 水 冬瓜 有空 水 水 这个就是做花干的豆子 这是传统的手工美食 你这个早上是几点钟去打这个豆腐 6点钟 这个豆腐打好之后放在那个模子里面 把这个水分挤干 这个等会儿就压是吧 对 压多长时间呢 6点钟 把它压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先用铁把它压一下 这个还要用千斤铃把它压了是吧 对 这个压压多长时间呢 这要压6个小时 6个小时 对 压这么久 从小的时候往大的换 千斤铃压豆干 这样出来的 豆干更劲道 这是制作花干的重要环节 再来个大千斤铃 千斤铃大 越大 越压 好 人家说这个豆干就越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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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压好的干子是吧 对 然后把它晾起来 对 晾干 对 你这一天要浇多少这样的滑干呢 做几千片一天 做几千片一天 做四五千片 四五千片 现在做了多少年了 做十五年 十五年 一片现在这卖多少钱呢 四毛 现在现在 四毛钱一片 你这赚不赚钱呢 来 来 来 我得做香 对 主要是做批发这一块 对 人家都是批发的 哦 都是做批发的 冬日的暖羊啊 晾花干 这个就是压好的干子 我们这切的规格有什么讲究啊 嗯 这个没有讲究 大概就是几公分宽呢 四公分 四公分 对啊 那这个可以粘入二三十万呢 那不得 哦 不得是吧 有点开行情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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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相当就是把它打上划刀样的是吧 对 把它画开 嗯 黃酒 配料 鴨鶴 鴨鶴 鶴 酱油 准备 这个就是炸好的 现在卖四毛钱一片 花干是陕西的传统美食 它的吃法很多 可以做冒菜 还可以做菜夹馍 蒜火锅都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